太平洋的夜风卷起甲板的蒸汽 灯光在蜡花中闪烁 一架修长的白色舰载机被推向弹射轨 蒸汽爆开 它被弹射入黑夜 像一道银色闪电冲入黑暗 那是冷战最炙热的年代 航母正在成为海上最昂贵的赌注 而这架飞机就是那场赌注中最激进的筹码 A5一勇骑士 它被设计成史上第一架超音速核打击舰载机 要在战术与政治的加分中为海军夺回话语权 然而命运很快反转 它没能等来核战 却等来了越南的防空炮火 于是问题来了 为什么海军要造出一架马赫2的核打击舰载机 它又凭什么从核轰炸机变成越战侦察传奇 而更重要的是 当美国海军放弃它的那一刻 他们到底放弃了什么 大家好,我是Jason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一架被时间误解的飞机 A5一勇骑士 一场关于速度信仰如何被现实打碎的故事 1950年代的美国海军正在焦虑 在战略核威慑的舞台上 他们的存在感几乎被海军吞没 那时空军手里有B-47同温层喷气机 有B-52同温层堡垒 他们能从本土起飞 飞越半个地球 直接把核弹送到苏联门口 而海军的航母呢 在原子弹面前 看起来就像漂浮在海上的靶子 海军将领心里很清楚 如果不证明航母也能进行核打击 他们在未来的战争预算中 就会被彻底边缘化 于是一个大胆的构想出现了 让舰载机执行核任务 比空军更灵活 比导弹更隐蔽 要能从航母起飞 以超音速突防 在敌人反应之前把核弹送出去 这就是A5项目的起点 1953年 诺斯美航空公司接到任务 要遭出一架 飞得比导弹还快的舰载机 它必须能携带核弹起降 在马赫二速度下投放 还能安全返回航母甲板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工程师几乎打破了 所有当时的设计惯例 双G79引擎 全金属一体化机身 复杂的电船系统 甚至在机尾 设计了独特的弹射通道 让核弹从飞机尾部 向后喷射出去 听起来很疯狂 但这是当时最严肃的方案 在那个年代 所有人都相信 速度就是生存 飞得快就能先出拳 飞得慢就会被核爆吞没 A5的任务不只是作战 它要让全世界看到 美国海军依然能掌握 核战争的节奏 只是没人想到 这场速度崇拜 很快就撞上现实的墙 在所有冷战时期的舰载机里 A5的外形是最不像舰载机的 它修长 锐利 线条干净 机身几乎没有多余的凸起 观看轮廓 谁都以为它属于空军的战略轰炸机阵列 而不是要在风浪中降落的航母甲板 这不是偶然 而是一种信仰 那时的设计哲学只有一个字 快 速度能突破防线 能躲过导弹 能赢得一场战争 一切都为马赫而服务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 工程师在A5身上堆满了当时最激进的科技 它搭载两台G1J79窝盆发动机 与FC鬼怪同源 却被推到极限 近期到采用可变几何设计 以适应亚音速与超音速间的切换 机体采用全金属成立骨架 和高强度钛合金蒙皮 既轻又耐高温 更疯狂的是 它的武器投放方式 传统舰载机把弹舱放在肚子里 但那样会破坏气动线条 A5的设计师干脆把核弹 装在一条贯穿机库的线性弹道通道中 当要投放时 直接用火箭把核弹从尾部喷射出去 从字面意义上说 这是一架会向后发射核弹的飞机 这样的构思堪称工程界的浪漫 但在现实中 它几乎成了噩梦 投弹系统极其复杂 容错率低 每一次训练都会伴随大量维护 一旦系统出错 核弹有可能卡在弹道槽里 那是任何飞行员都不想看到的场景 更麻烦的是 A5太快 太重 太精密 它在航母上的每一次起降 都像是在挑战极限 弹射计承受的应力接近极限 阻拦锁的疲劳程度翻倍 航母甲板维护人员 都对它心生畏惧 工程师造出了技术的巅峰 但舰队得到的却是一架不安分的客人 在纸面上 它无敌 在甲板上 它令人头疼 于是 A5成了冷战里最典型的悖论 它象征人类对速度的崇拜 也暴露了航母作战体系的极限 在图纸上 A5是一架完美的机器 但在航母甲板上 它几乎成了灾难的代名词 问题从一开始就埋下 为了追求速度 A5的机翼异常狭长 胜利有限 导致起飞和着剑速度都极高 它需要全功率弹射才能起飞 着剑时 速度比任何舰载机都快 那一瞬间 几乎等于让航母去接住一颗导弹 弗莱斯特级航母 是当时美国最大的战舰 却仍然难以应付它 阻拦所频繁断裂 弹射系统磨损严重 甲板维护人员 形容它是跑道上的野兽 而在战术层面 问题更棘手 A5的核打击构想 高速进入 高速脱离 在理论上可行 但在现实里毫无意义 到了1960年代 洲际弹道导弹已经可以从大陆 直接投送核弹 而核潜艇也能在海底 发射北极星导弹 这意味着 海军不需要再冒险 让一架飞机冲进敌国上空 于是 一场尴尬的现实出现了 A5还没完全服役 它的使命就已经消失 这架曾经象征 核时代雄心的超音速舰载机 突然变得多余 海军既不能让它去执行常规打击 又不敢轻易让它退役 因为这是一项耗资巨大的工程成果 工程师们努力寻找新的方向 既然它飞得快 那就让它去干更危险的活 侦察 这一决策成就了它的第二生命 A5从核打击舰载机 变成了RA5C侦察机 而这一转型 让它从技术赌注 变成了战场上最孤独的目击者 当A5的核打击使命被取消后 美国海军面临一个问题 这架昂贵 复杂 性能超群的飞机 还能做些什么 答案是 让它去侦察 上世纪60年代初 海军决定将A5改装成侦察型 型号为RA5C 它的武器系统被拆除 换上庞大的电子侦察舱 与光电设备舱 机部新增国外摄像机 测试雷达 光学成像仪 机身内部布满数据线 与传感器接口 几乎成了空中监视的实验室 RA5C是当时海军最昂贵 也最先进的侦察平台 它可以在高空执行战略侦察 也能低空穿越敌区 进行战术侦察 它不仅能拍照片 还能实时传回电子战报 这架曾经被设计扔核弹的飞机 如今成了飞得最快的摄影师 然而 它的性能越强 任务就越危险 越战爆发后 RA5C被派往越南北部 负责记录轰炸效果 与敌方防空部署 那意味着 它要在导弹 雷达开启的同时 飞入敌空 在火光与碎片中 完成拍摄 速度成了它唯一的护身符 但在密集的高射炮 与S2导弹面前 即便马赫2 也显得太脆弱 它们在执行任务时 常常无武装 无护航 因为速度 是它们唯一的选择 在空军的RF-4 U-2 SR-7之外 A5以舰载机的身份 硬生生 在越南上风 闯出了一条侦察通道 然而 这条通道 代价极高 1965年 RA5C正式被派往越南战区 它的任务很简单 却几乎等同于自杀 在敌人防空雷达最密集的区域 低空高速掠过 拍下目标照片 然后原路返回 在北约的天空 密集的高射炮 导弹 战斗机 像一张层层叠叠的铁网 RA5C只能凭借速度突入 一旦被锁定 就没有任何防御手段 它没有机炮 没有电子干扰吊舱 甚至连附油箱都要为减重被拆掉 这不是夸张 RA5C是当时美国海军损失率最高的基础之一 在服役的156架中 有68架被击落或失势 损失率超过四成 即便对越战那种高风险环境来说 这个数字都令人震惊 但每一架RA5C带回的照片 信号 热成像 都直接影响着下一个轮轰炸计划 它是F105、A6、F4飞行员眼中的先行者 也是航母舰长最焦虑的名字 每当一架RA5C输机 全舰都在为它祈祷 它能回来 有趣的是 在越南的天空 RA5C几乎没有敌方击落确认的影像 原因很简单 当它坠落时 往往连残骸都找不到 飞得太快 坠得太远 后来 有飞行员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们这些开义勇其事的人 都活在别人战斗的阴影后面 他们轰炸 我们拍照 他们凯旋 我们消失 可如果没有我们的照片 他们根本不知道炸到了什么 在那个年代 RA5C的侦察影像 是海军战争档案的眼睛 只是那只眼睛太昂贵 也太脆弱 越南的战火 让这架曾经的核打击机 变成了牺牲率最高的情报记录者 它证明了航母侦察的价值 也证明了 速度 并不能换来安全 在冷战的航母甲板上 A3 A5 A6 这三架飞机 几乎代表了美国海军 打击哲学的三次转折 第一代 A3空中勇士 它诞生于核武时代的黎明 是一架温和的巨兽 双发 长航程 稳定特靠 但速度不高 A3被设计成航母上的B5-2 强调载弹量与续航 它要在战场外起飞 用稳定赢得生存 第二代 A5-15骑士 速度至上 技术极端 它抛弃了重量与容错 追求纯粹的性能巅峰 它的存在 是海军对空军的一次宣言 我们也能做到马赫2 然而 这种傲慢与信仰 在现实面前迅速崩塌 高速度带来高成本 高性能换来低可靠 A5像是一场工程舰的烟火 炙热 却转瞬即时 第三代 A6入侵者 这是一次彻底的反转 工程师不再追求速度 而是让飞机低空穿透 全天候作战 它不快 但能躲 不炫 但能活 A6的出现 标志着海军从理想主义 走向现实体力 在战场上 生命与命动力 比速度与高度更重要 这三架飞机 是美国海军作战哲学的 三次自我修正 在50年代 海军相信 体型与航程代表一切 于是有了A3 那是一架稳重 可靠 飞得远的大飞机 它不讲究速度 只追求能飞出去 能带回来 那是个大而稳的年代的象征 到了60年代 观念彻底反转 冷战升级 速度成了信仰 海军要证明 自己能像空军一样 能打超音速战争 于是造出了A5 它代表那个快而显的时代 快是自信 显是代价 这场速度崇拜 让海军付出沉重的现实学飞 到了70年代 经验和教训都沉淀下来 人们终于意识到 能活下来 能命中目标 比飞的多快更重要 于是A6入侵者登场 它放弃高度 拥抱低空 它不追求极限 而追求命中率 这就是低而准的时代 三架飞机 三种逻辑 像三面镜子 照出了海军 从理想到现实的全过程 A3代表稳健的起点 A5是鲁莽的飞跃 A6则是理性的回归 这三部演化的背后 其实是冷战战略的一次冷却 从核幻想回到常规战争 从速度信仰回到任务效率 而在这个过程中 A5像是一座分界碑 它标志着理想主义舰载机的终结 也预告了 现代海军航空的现实时代 到了1970年代 美国海军终于承认 速度不再是答案 A5的退役并不是失败的终点 而是海军重新定义 制空与制海的起点 冷战初期 他们相信飞得越快就越安全 但越战的现实告诉所有人 防空火力比飞机更快 雷达比人更冷静 当你用马赫2去突破敌区 敌人早已在屏幕上等着你 于是海军开始回归现实主义 A6成了新的核心 强调低空突防 全天候打击 电子导航与精确投弹 它飞得慢 却能悄无声息地穿越山谷 在敌方雷达的盲区中完成任务 这与A5的哲学正好相反 一个靠速度硬闯 一个靠战术引擎 这一转变也带来了整个体系的升级 舰载机的设想思路 开始从极限性能转向协同效率 传感器融合 电子战支援 数据共享 逐渐成为作战链的核心关键词 而更深远的影响是理念的传承 A5虽然被淘汰 但它留下了无可替代的技术遗产 高温钛合金结构 先进惯性导航系统 模块化仓体设计 甚至是早期的数字记录装置 这些技术 后来被直接运用到F14熊猫 FA18大黄蜂身上 换句话说 A5虽然消失在甲板上 但它的影子 却出现在每一架 后来的舰载机里 这是海军的聪明之处 他们不是否定速度 而是学会了驯服它 把快变成了一种可控的力量 而不是一场施工的赌注 到了80年代 当F14从航母上起飞 带着双锤尾越过海平线 没有人会想到 它的机身里 仍然留着A5时代的血脉 在冷战的档案里 A5常被写作一个失败的项目 太贵 太复杂 太短命 它从核打机机 到侦察机 再到仓促退役 似乎没有留下什么荣耀的战绩 但如果从技术的角度回望 它并不是失败者 它更像是被时间误解的先行者 A5是世界上第一批 拥有全电子控制系统的 舰载机之一 它的惯性导航 数字数据记录 气动设计 几乎提前了整个时代 它的模块化机舱理念 让未来的F111与F14 在幻载任务时更灵活 它的气动轮廓 成为后来隐身飞机 干净外形思维的处形 甚至 它那套被嘲笑的尾部弹射舱 也为后来远程投放系统 提供了实验数据 可以说 A5是一架造在未来的飞机 却被迫生活在一个 还没准备好的年代 在那个讲究数量 与成本的冷战军备洪流里 这种极致的工程浪漫 注定被现实碾碎 但正是它的失败 让后来者 更懂得怎样平衡 技术与任务 性能与风险 没有A5 就不会有F14 不会有F18 甚至连今日的B21 都能在它身上 找到早期的影子 极简的气动 隐藏的结构 数字化的核心思想 所以 当我们说它失败了 其实是在承认一个更大的事实 它超前到 连自己的时代都容不下它 A5的故事 听起来像一场失败 却更像一面镜子 照出了人类在追求速度时的盲目与执着 它诞生于一个以马赫衡量力量的年代 每个工程师都相信 只要飞得够快就能超越战争 可最终他们发现 飞得快不代表能赢 造得强不代表能活 海军放弃A5的那一刻 其实是在承认一个更成熟的身相 未来的战争不再比速度 而是比智慧 从A3的稳重 到A5的狂热 再到A6的理性 美国海军用20年的时间 完成了一次从速度信仰 到体系思维的转变 它放弃了马赫 却获得了掌控信息的能力 放弃了极限 却拥抱了效率 而在这条演化线上 A5就是那个先跑太快的人 它冲在了时代的前面 然后倒在了转折处 但正因为它跑得够快 后来的人才看清楚了路 所以当今天我们在B21 FAXX这些隐身飞翼上 再次看到那种极简 流畅 理性的设计时 不妨想起那架白色的义勇骑士 60年前 他已经在做同样的梦 我是Jason 下期想看什么 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见